说人情冷暖 素世间百态 大家好 欢迎收听催花的秘密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我的生活会因为好闺蜜 小姑子变得乱七八糟 鸡飞狗跳 没有嫁给王楚亲的时候 我和他妹妹是无话不说的好闺蜜 嫁给他哥后 我们是亲上家亲 经常一起疯门 直到小姑子结婚以后 才开始发生变化 而他老公生病去世后 我们的关系彻底决裂 在此之前 儿子一直是婆婆带的 我和老公两人在外打拼 拼死拼活 也只买了个小两房 就这样 每月两千多的房贷 也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人和人的区别真是一言难尽 像我们这样的人 想活得普通 都要倾尽所有 小姑子的婆家人 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 但比我们好很多 她的公公过世早 婆婆和三个孩子相依为命 但是她公公生前 挣下了老家的房子 也有不少存款 她老公没生病以前 日子算得上小康 经常会买些东西回家来看我们 人情往来也做得很好 可好景不长 在小姑子生下儿子后 她老公就病了 病得还很重 一下花了很多钱 最后人还是没能留住 落了个人才两空的下场 小姑子老公去世时 她儿子才四个月 他们把之前租的粮食一厅 换成了一个月六百块钱的单家 狭小又不方便 可她说便宜 婆婆见小姑子如此可怜 就叫她回村里的老房子住 反正孩子从小 她也没有办法去上班 可小姑子觉得 村里落后又不方便 宁愿在城里花点钱住 丧事办好之后 小姑子的婆婆 让她和孩子回老家 她去广东打工 一来可以解决住房问题 二来可以避免坐吃商工 这本是两全其美的办法 可小姑子想来想去 觉得路太远 她老公又没了 万一以后和婆婆有什么矛盾 她想回个娘家都难 所以她拒绝了 一个女人独自带着吃奶的孩子 没工作 没收入 就没有办法生活 小姑子用完她婆婆走之前 留下的两万块钱后 想到了我们 她打电话给我老公 让婆婆去帮她带孩子 她要去上班 可如果婆婆去帮了小姑子 那我的儿子就没人带 这是不可能谈得好的问题 电话里老公没有明确回答小姑子 说要商量一下再给她答案 挂完电话 老公眉头紧锁 沉默不语 一脸无奈 她遇到事情总是这个样子 看她半天不说话 我主动问了什么事 老公吞吞吐吐 说了大概一次后 我的怒火一下子就被点了起来 她见我生气 赶紧和我说 回家和妈商量后再说吧 对婆婆来说 手心手背都是肉 她做不到不管她的 我丑话说在前头 要是她不帮我带儿子 以后她老了 也别怪我不伺候她 小姑子从怀孕到现在 婆婆一直都在明里暗里照顾着她 我不是不讲理的人 可他们也真的太欺负人了 婆婆因为可怜小姑子 经常从门这里拿东西给她 小到锅碗瓢盆 卫生命品 各种吃食 大到我的嫁妆被子床单之类的 甚至向门骗钱拿给小姑子 为什么要说是骗呢 因为她每次说想买个什么 需要多少钱的时候 我们也从不含糊地给了 结果她东西没买 转身就给了小姑子 甚至为了多药 婆婆竟说自己还得了很重的病 一开口就有三万 对我们来说三万是一年的房贷 这些钱都是从我们的牙缝里省出来的 婆婆不仅看不到我们的困难 反而带着小姑子一起做吸血鬼 巴不得把我们吃干抹净 婆婆今年才56岁 平时身体也不错 应看在她一直帮我们带儿子的份上 她要什么 我们都尽量满足 上次婆婆要三万块钱的时候 因为我们都很忙 也没有想那么多 加上她说先把钱给她 医生叫她去我们室里 最好的医院检查后再说 大概要准备三万块钱 当时我本来是要陪她去的 可婆婆死活不同意 她说我那么忙 没必要请假耽误时间 她自己先去检查 如果严重的话 她就告诉我们 说她还没老到 不知道医院在哪里的地步 结果三天后 小姑子发了 买了苹果手机的朋友圈 还阴阳怪气配文说 关键时刻 还是老妈靠谱 看到这朋友圈后 我第一反应是 她交男朋友了 再仔细想想 不对 这手机肯定和婆婆有关系 回家后 我特意问了婆婆 检查结果出来了没 她尴尬的咳了一声 说没什么事 虚惊一场而已 听她说这话 我心下了然就说 那么把钱给我们转回来 刚好用来还房贷 不然房贷还得去借呢 婆婆脸一下就红了 说钱没了 她把钱给了小姑子 听到这话 我一点也不意外 因为我从看到 小姑子朋友圈时 就私下和我们 共同的朋友打听了 老公听到婆婆 又把钱给了小姑子后 也叹了口气说 妈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条件 你要帮妹妹 也要看看情况啊 我们只能帮急不帮穷啊 再说 她的婆家人 每月都有给她拿生活费 不是吗 婆婆见老公 说了几句 开始哽咽说 小姑子很可怜 不是不得已 她也不会拿钱给她 见婆婆 还是不打算 实话实说 我一气之下 直接戳破她的表演 我说 买个苹果手机 也用不了三万块钱 把剩下的钱 给我转回来 不要以为我们傻 之前姑爷生病的时候 拿去的两万 就没要得还 这时越对她好 她就越变本加厉 自己是什么情况不知道吗 为什么还不知道节省一点 一出手就苹果手机 我就没见过 这么坑戈的妹妹 婆婆见我落泪 也开始慌了 她停搅着手机 自言自语地说 都是我的孩子 我都心疼 可你妹的条件 确实比你们差 你们就多体谅体谅吗 哪怕老公亲自打电话 去找小姑子 这钱也没要回来 她说 是她亲妈给的钱 为什么要还回来 看吧看吧 都是白眼啊 这事后来呢 也就不了了之 小姑子也很少再回来 电话也很少打了 我们过了几个月的安静日子 这不 她又开始作妖了 婆婆说 我家两室一厅的房子 小事小了 可是刚好两间房子 一间我们一家三口住 一间给她和小姑支住 这样小姑子的房租省了 两个孩子 她也可以帮忙带 话是这么说 里也是这么个理儿 可是我的心里非常不舒服 本来就选了家 再加上小姑子 你儿俩 就是六口人 光想想就喘不过气儿来 所以我干脆 利略地拒绝了 谁知 小姑子知道后 跑到我家里 撒泼打滚了 还骂我不识人 再说 这房子又不是我一个人买的 凭什么不让她住 她偏要住 恶心死我了 不过一星期的时间 这家就无言瘴气的 孩子抢东西 打架 家里整天都是哭闹声 房间东西多到无处安放 小姑子整天打游戏 边打边骂骂咧咧 婆婆一边收拾东西 一边带孩子 好事辛苦 我和老公借着工作忙的借口 午饭晚饭都在公司解决 每天踩着孩子睡觉的时间点回家 惹不起还躲不起啊 因为不在家吃饭 我也就一个月没给婆婆生活费 没想到一向温和的婆婆 这次竟然发飙了 说我们眼瞎了 看不到她的辛苦 还不给她钱 面对她的哭诉 我首先是道歉 然后又说 之前三万块钱的事 所以我们现在还欠着一屁股的债 家里经济确实困难 想着小姑子应该会买菜 就没给她钱 婆婆听了我的话后 看了一眼小姑子 没再说话 不拿钱也不买菜 想让我们养 门都没有 网上不是有句话说 不知我苦 就别劝我大度 我自己本就是泥菩萨过河 自身难保 再也没有什么能力 帮别人 我不奢望婆婆能帮我什么 只要她别给我添乱就行 那只婆婆竟然和小姑子 一起把我的嫁妆给当了 家装不多 一条金项链 一个手桌而已 但那是我妈生前 留给我的唯一念想了 实在是太气人了 一怒之下 我推了婆婆一下 打了小姑子一巴掌 没想到小姑子竟然还手 老公见状大吼一声 吓了一小姑子 立马收拾东西走人 婆婆哭着求老公 小姑子也泄了气 可嘴巴还是不饶人 说如果婆婆不管她 她就带着孩子去死 老公这次真的生气了 也回骂了句 要死死远点 别葬了我的眼睛 小姑子红了眼睛 立刻带着孩子就出了门 婆婆见状也跟着出去了 老公走过来抱我 把我的眼泪擦干 说对不起 让我受委屈了 她会去把项链和手镯 都给赎回来的 人的本性如此 孩子都是自己生的 可谁哭得多 得到的糖就多 既然婆婆决定帮小姑子 我们只能把儿子送托管 我相信日子不是离了谁 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的 我们的困难没人帮 就自己扛 这次婆婆装聋作哑 过分偏袒小姑子 确实伤了老公的心 小姑子只是死了老公 但是她的婆家人 并没有不管她 每月有给生活费 过年过节 她老公那边亲戚 都很照顾她的 会给她发大红包 一年下来 她收入比我们 两个上班人群都高 而她不仅不理解我们 还觉得我们的付出 是理所当然的 这种我若我有理的 强盗逻辑 真的太可怕了 我说这些话 也不是空穴来风 为了不再让婆婆和小姑子 继续做吸血鬼 我特意加了小姑子的婆婆 了解情况 她一个五六十岁的老人 为了孙子远赴广东打工 每月按时给小姑子 打来三千的生活费 当初她让小姑子回老家 第一可以解决住房问题 第二可以申请困难补助 和小姑子趴着趴那 没同意 当小姑子把手伸向我们时 她自私自利的本性 也就撕开了 加上婆婆毫无原则的宠爱 真的是被爱的有恃无恐 大家都是成年人 谁又能无条件包容谁呢 更何况我们条件也不好 当我们自己都照顾不过来自己时 又怎么可能一如既往地支持她 无论何时 善良必须要有锋芒 终究原因 还是我们太好说话 小姑子的嚣张气焰 是被我们允许的 如果我们也像她一样 自私自利 她肯定也会有所控制 经过这事 我发现 人一定要有自己的原则 有原则 别人才会尊重你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地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华已经正式开始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 关注就可以私信给我咯 翠华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